現在大都都要去一個咖啡廳 在照閉夜河旁邊 在照閉夜河旁邊 海洋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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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咖啡廳在樓上 很滴耶 很滴耶 哇 在下里收不到我的雞 雞瓜明天 那上面打到雞肉 很奇怪的搭配 好 意外的特別好吃 我以為會很詭異 法律說西瓜加上魚鬆很怪 明明就跟他們的芒果加魚露辣椒根本就是同一個意思 哪有怪啊 我還點了一杯 感覺是水果茶 因為我不敢喝咖啡 然後店內唯一沒有咖啡因的就是這一杯飲料 水果 蘇打水 蠻好喝的 它裡面有草莓藍莓跟 這個是什麼啊 小紅莓嗎 還有奇異果 我們還點了一個牛肉派 OK一般般 安全牌 現在最近的價格都不是很貴 像這個冰淇淋才50塊 牛肉派也才55吧 通常不是都要賣到100多嗎 它好像只有飲料100多 還算蠻OK的 我超喜歡他們這條小巷子的設計 都會有一些塗鴉在牆壁上啊 超可愛的 有些漫秩 很美味 我拉走 這是我的小巷子 我不客氣 我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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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級喜歡在泰國的小巷子裡面穿梭 就是可以發現一些很可愛的小角落 還有超多的貓咪或者是咖啡廳 或是一種在探險的感覺 其實我是一個南部人 我在台灣根本就不走路的 幾乎都是騎車啊 誰要搭捷運走路啊 超級熱欸 但我發現我在泰國有訓練了我的耐心 跟我的耐熱程度 我現在覺得30度就覺得很涼 就是OK我可以接受可以出門的程度 那我們現在下一個景點要去 也是前陣子蠻夯的叫Wordhouse的地方 那我們走吧 沒有辦法回覆它的問題 只能講Aloi 或者是一些比較簡單的用詞 它裡面會不會拍照 就是賣一些復古的軍裝啊 一些美式的捕捉二手的東西 還蠻可愛的 還有一些家具 但不能進去拍照給大家看有點客服 我們終於進來這間餐廳了 剛剛我們原本想說要進來 但它是吃客滿 結果我們就坐在餐廳的外面 一直在Google說到底要去哪裡 原本已經決定好了 結果他們就說有位子了 我剛剛走了10分鐘吧 我快要種出了 因為戴著口罩外面的天氣又很熱 終於進來吹冷氣了 好舒服 看了一下這間店的評論 它就有350個評論耶 我們就誤打誤撞進入一間行店 其實我對這個地方蠻失望的 因為我以為它是一個很大的倉庫 然後會賣很多文藝商品的小攤位 就是綜合起來這樣子 結果不是 剛去的那個古卓商店裡不能拍照 其他的就是一些藝術展覽的空間 就覺得還好 如果你有在愛康斯洋 就可以搭它外面的交通船 就是敏費的 然後過來對岸 到處晃晃啊 然後在巷子裡面冒險 有一些很可愛的咖啡廳 就是不要專程為了 來這個warehouse 就是像我們一樣 就會覺得有點無聊 東央的義大利面 它上面有一些明太子 還有蛤蜊跟超大隻的蝦子 這邊 安達克阿媽耶 店員剛剛推薦這個給你們 等一下來吃吃看 感覺還有很多料耶 很瘦 開動 很乾耶 很好吃耶 但它有點辣 就是你吃完 麵滑過你的喉嚨之後 就會感受到它的辣味 咖啡也蠻新鮮的 它給的明太子算蠻多的 我其實在泰國啊 不太喜歡喝那個 東央的酸辣湯 我更喜歡就是炒飯 我覺得麵也不錯 像這個義大利麵 嗯...這看起來很無聊啊 它這個就是 蒜味的辣炒義大利麵 還OK 但是我覺得我的東央的 義大利麵比較多層次 I don't want this one 你們在泰國吃過 好吃的義大利麵嗎 如果有在下方留言給我 我想要吃 我目前都沒有找到 比較特別好吃的 如果在台灣的話 我超級愛那個 博多義它的巧克力披薩 跟巴薩酒醋 奶油培根細扁麵 看我連全名都講得出來 阿妮超來啊 太貴了吧 朗貝 你的芭筍不是250元 我超來的 250元 你都拜拜奶啊 呃... 我跟你們說 他每次都叫我在螢幕前面 要講話講話 他就會說 到一個定點他就會說 Do you wanna talk something 然後呢 他現在自己握著相機 他就會... 不敢講話 超浮誇的店 我們剛剛等了大約二十分鐘才進來 每次這間店都要等超久 他起啟意思 咱啦 婉嫂 太胖了吧 看起來超肥的 它有海鹽的那種鹹鹹的味道 是苦甜苦甜的巧克力還不錯 它吃起來有點像冰淇淋欸 它是麵包 然後它裡面都是一些巧克力的鮮 欸!我都不怕了 Chamchia Tissu 欸欸欸 就淋成這樣 油比較漂亮 看到Cheesecake了 Cheesecake 在這裡 超讚的 那我們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我們吃飽要回家繼續剪影片 明天都會上片了 是Save the Eleven的開箱 大家掰掰 掰掰 大家掰掰 呢 stored 新 erreichen 你說